本地现在的新一大名途呢 去年12月的广州车产正式亮相 今年3月1号就让正式的公布价格并上市 目前这台车已经到达了4S店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台车的试驾评测 我们评测的这台车是它的1.8升尊贵型 也就是1.8升的顶配车型 它的最终售价目前没有公布 但是我个人预测呢 根据它13万到17万的预售区间 以及这台车它整体的配置是属于 在5款车型最中间那个配置 那么我个人预测它的售价会在14到15万 这个区间 14到15万 那么买这样一台1.8升的名途 它到底值不值呢 以及我们在体验这台车之中间 有发现了哪些亮点和槽点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前脸呢 有三个点值得关注 它的中网格栅用了黑色的宝石切割风格 另外的话 它的大灯组用的是分体式大灯 这套分体式大灯呢 官方的说法是叫剑眉星目 所谓剑眉 就是这道LED灯带 就像一条剑眉一样 这种星目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灯组排列 也是那种比较的玲珑剔透 非常的好看 让我想起了 我们小时候看武侠小说 经常形容某位少侠 长得很俊俏 有句话叫剑眉朗目 第三个前脸值得关注的点 就是它这里 所谓叫银色风刀前唇 这个除了好看之外 也可以起到更好的空气动力学效果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在前脸有 在侧裙也有包裹 以及在尾部也有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侧面 侧面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一个特征 就是这里一条腰线 然后这里有两条暗线 这个设计就非常的像 一栏侧上的那种宝石切割风格 也就是所谓的参数化设计 在不同的光线下呢 能够呈现出不同的光影的折射效果 但是呢这个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这个对板筋师傅的要求会比较高啊 比如说你车门这儿撞一个窝的话 板筋的修复是很费功夫的 这台1.8的尊贵板呢 它用的是18寸的双色轮毂 可以看出它在轮毂的上面 还做了一些小的切割凹槽 营造出一些运动的气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是 官方还给出了这款车的离地间隙 它在空载状态下是152毫米 在满载状态下是116毫米 中间呢差了3厘米多 所以这台车肯定它的这个悬挂形成是挑的 比较偏软的 而且形成是比较长的 看到这个尾部的RVD灯带呢 如果你把这个标捂住 把这个捂住的话 你也能够看出这是一台北京现代的车型 这种双C字贯穿式的灯带 在它的旗下各款车型上都已经广泛的分布了 打开它的后备箱盖呢 可以看出它的后尾箱非常的宽大平整 官方的数据 这台车的后尾箱容积达到了530升 在我印象里面 达到这个数据的好像只有朗翼啊 能有这么大 更大的后尾箱带来更好的承载空间 我觉得这个对家用来说非常的好 先开这块盖板呢 下面也有一个非全尺寸的一个备胎 下面我们坐进车内来感受一下 新名图呢它提供两种内饰配色 一种是像我现在这样的浅色的双色搭拼 还有一种是纯黑色内饰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新一代名图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套浅色内饰 我在广州市场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到很惊艳 另外在细节方面也是细节满满啊 比如说在这些位置都有这种类似于浑星纹的花纹 包括在这些鸽板上包括在这些面板上面都有这种花纹 让你看出来在细节方面 其实这台车也是用足了心思 但是我要提有一点的哈 就是这个浅色内饰时间久了 很可能会变脏啊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再来看一下我的正前方 正前方它是两块12.3寸的液晶大屏 那么这个挡板的话在1.5T的车型上是用的是按键换挡 在1.8T的车型上用的是这种飞机挡板 这个挡板呢 虽然在这些位置没有挡位的显示 但是有一个LCD的显示屏 可以显示你目前所处的挡位的位置 中间这块12.3寸的显示屏呢 可以看到上面的功能非常丰富 手指滑动它屏幕的灵敏度清晰度 我觉得还是OK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你在驾驶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你在转弯打起转向灯的时候 它中间这块屏幕就会铺满整个屏幕 把路面的湿湿情况就是传达给你 在下方呢是一块7寸的液晶触控屏 集成了空调的一些功能 包括音响的调节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音量调节的话非常方便 左滑右滑左滑右滑 就可以实现声音音量大小的调节 好 接下来我说一下空间 其实在空间方面 本应现在的车型 我觉得一向都表现的不错 特别是在中央的储物空间上 比如像伊兰特 比如像索拉塔 还比如像这台名途 它在中间的空间 确实给的非常多 比如说中间的很大的一个储物格 放两盒抽纸没问题 两个背件 这块还有一个 还算是比较深的一个斧桃 而且可贵的是它面积很大 好 我们先到后台去看一下 新一代名途拥有2770的超长轴距 所以像我这样的身高 坐进第二排也会觉得非常的宽敞 比划一下一二三 差不多有三拳的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后台座椅非常的宽大 像我这样顶到头来坐的话 你可以看到 几乎能将我的大腿完全的乘坐 这个我觉得特别点赞 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样正经微坐的话 我几乎就要顶头了 差不多就只有一指的这么有空间 这个如果是一米九的身高的人 坐在后排可能稍微会觉得憋屈 开上这台全新名途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是一台非常在城市的 日常拥堵炉段 也上下班的日常通勤来开的时候 它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舒适 这个舒适感从哪些方面来体现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底盘 它的底盘的这种厚重感的营造 实际上是远远的好于它同价位的 比如说什么卡罗拉朗逸这些合资车的 第二个点呢 就是它的方向盘 整体阻尼的设定是比较偏重的 你轮动这个方向盘的话 你会有种开20多万的车的这种感觉 就是即使在低速下面 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方向盘的区 很扎实的感觉 其实它是有四种模式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 无论是人家运动模式 还是在经济模式下面 它的方向盘的阻尼设定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呢 我的感觉是死爆的模式下 它方向盘会稍微的更重一些 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偏重的设定 我觉得我跟路面的沟通是比较充分的 它不像我之前开的另外一台国产品牌的SUV 价位也差不多了13-14万 那么我开那台车的时候 在时速40mah以下 我几乎感觉不到路面跟我有什么沟通 买方向盘非常虚 那么像这台明图的方向盘 它就做的这种很扎实 让我觉得很有高级感 那么第三个舒适的方面 我觉得这就是它整个动力的输出 非常的平顺流畅 你看像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很拥堵的路段 如果是换成了一般的这种小排量 无人增压机呢 你在这种路段的话 走走停停的话 它那个动力的输出 你要么就是跟不上 比如说你跟前车跟出一点距离来之后 你基本上你这个车 你不踩油门的话 或者你稍微寒一点油门的话 这个车就走得很慢 你容易被别人加三 但是这台1.8升的自然吸气 加这个CVT的这个动力组合呢 整个的话 你在过拥堵路段的时候 你会比较的自如 就是你松开刹车 它车就自然的往前溜 而且这种溜的速度还不慢 然后你再稍微给点油门的话 它的动力也会来得非常的平顺 非常的跟脚 再来说一个点就是 我认为比较好的点就是 它的这套自身巡航 北京现代呢 这个叫NICC 基于智能导航的自身巡航 它比一般的自身巡航的功能更强大的 这个点就在于 它不仅是可以根据实时的路况 来进行加速减速 是扭合编道 它还可以根据 这个当前的地图的导航信息 来进行控制 所以它比一般的自身巡航呢 要更加的智能 而且我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点就是 比如说你开丰田的这个自身巡航 你在城市拥堵的时候 如果是现在是静止状态 你要想跟上前车的话 你必须怎么样呢 必须踩油门 车才能启动 而这台车 如果是你开启了自身巡航状态的话 你只需要搬动这个方向盘在上面 这个小按键 一搬动之后 车就可以自动跟车了 所以相比了 丰田的那套自身巡航呢 现在这套东西 它用得起来就更方便 更有那种智能化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走到了一段 比较开阔的路段啊 是一段封闭路 我们来试一下这台车 它的加速情况 地板要走起 已经到了六圈转 又回到六圈转 首先它这个发动机的声音 我觉得还是比较悦耳的 其次它的加速是比较线性的 没有什么直接的推位感 它不像那种涡轮之下 会给你个通通通的 向前这么一个推力 它没有 它一直还是非常平顺的 实际速度并不慢 而且它那个一脚油下去 直接到六圈转啊 那个发动机的声音 轰轰就起来了 还是挺刺激的 好 最后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这台车给我的感受吧 如果说在13到17万 这个价位区间呢 像思域 像安格赛拉 这种车 它代表的是一种年轻 运动的风格 那么我觉得名途这款车 它代表的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就是稳重 商务 舒适 家用 它跟思域 安格赛拉所代表的那种风格 我觉得是一个天平的两端 它这种舒适 成熟 稳重 大气的风格呢 其实 我觉得对家用来说 是更加友好的 总结下来呢 这款车有几个优点嘛 它的尺寸大 它的内饰精致 而且高级感很强 它的空间大 它的配置也比较高 当然了 它的这台车配置高 是因为官方进行了一些加装 那么我想 我们要等正式的价格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对比看看 加装了选装猫之后 它的价格到底会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从价格来说 这款车照照目前 比如说它有全景天窗 有智能驾驶的全套系统 它的价格如何在 14到15万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那么再说一下一些不足吧 不足 第一点 我觉得就是 大家对 北京现在这个品牌的 美誉度 或者说支持度不够 我自己在网上 也看到一些网友评论 就是大家觉得 现在这个牌子 或者韩国 整个的形象呢 不是太好 其实我非常不理解 就现在这个集团 它再怎么说 也是全球前五 咱们的网友有什么信心 就是说韩国车 已经完全的被我们的国产品牌超越了呢 咱们的国产品牌 是否做到了 能够像现代一样 像奇亚一样 去海外进行输出呢 能不能做到像韩国车一样 在北美卖到非常畅销的地步呢 我们国产品牌一样都没有做到 所以呢 我的观点是 我们既不能妄自飞薄 同时呢 我们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觉得 其实你用一个品牌光环 来评价一款车的产品力 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就像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价位区间 朗逸和卡拉这两款车 我是不推荐的 虽然他们的品牌很强 但是从产品力来说 这两款车真的挺垃圾的 泡开品牌不谈 明途这款车 我觉得在产品力上 是可以碾压那两款车的 第二个槽点呢 我记得上一代的名途 它是用的1.8升加6AT 那么新名途用了CVT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倒退 实际上呢 从我自己的那种驾驶体验来说 CVT的平顺稳定 包括它的油耗表现都会更好 我刚才大概开了几十公里吧 它的实时表现油耗只有6升多 当然了 我们的路主要是以高速为主 但是对这么一台1.8升的车型来说 这个油耗表现 我觉得相当OK了 实际上 你不管它是6AT还是CVT 重要的是它带给你什么样的体验 是否更加的平顺 是否更加好开 同时是否有更好的油耗经济性 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槽点吧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款车它仍然是沿用了老名途的底盘 没有进行任何变化 但它毕竟是在这个价位里面 比较少有的前后独立悬挂 而且在我们实际驾驶中 这套底盘的这种隔离感 厚重感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这个价位的其他车型的 这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亲自来试驾对比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个人推荐15万以内的1.8升的几款配置 在15万以内 我觉得很难找到像名途这样 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比较舒适 厚重大气的沉稳的驾驶风格 这样的类似的A级车的 所以它在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做到了一种极致 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这款车是值得你考虑的